今天一起来认识这种植物 在农村常常会被大家种在自家庭院子里做观赏用 因为它花开得很美 而且它的花有个妙用深受女性朋友的喜欢 它的茎、它的根、它的种子都有很好的要用价值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其实这种植物在我们中国各地庭院比较广泛栽培 是一种常见的观赏花卉 那我今天在这边发现了一片 这个是野生的 它的名字叫凤仙花 夏季正是它开放的季节 那它是凤仙花科、凤仙花属植物 它的花的颜色有好多种 我们常见的有这样子粉紫色、粉红色、大红色、还有白色等等 它的别名也叫指甲花、海纳花、指甲草、唾骨草、金凤花等等 它的叶片层这样子披增型 涂抹在指甲上可以揽上鲜艳的颜色 所以它才有指甲花这个别名 凤仙花被大家种在农村的庭院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就是可以驱蛇 据说是因为它的根部和花茎里都含有硫磺 而蛇它是很怕这种硫磺的气味 所以它如果闻到这个味道吓了就逃跑了 别小看这个小小的凤仙花 它的作用还有好多 凤仙花呢还可以用来揽头发 还可以用来缓解灰指甲 我们常听到的中药名凤仙羹呢指的是它的羹 那凤仙脱骨草呢指的是它的茎 还有它的种子了 它的种子呢是叫急性子 种子一般8到9月份呢就会由绿转环 要及时的分批采摘 不然果实过熟呢就会将种子弹射到地上去了 它的根部一般在秋季的时候呢采蛙 清洗干净先用或者是晒干 那进步一般就是在夏天的时候 在它植株最茂盛的时候呢割取地上部分 去除它的叶和花 清洗干净晒干 它的花是在夏秋季的时候采收 先用或晒干 大家来说说在你们家中的庭院有种植这种凤仙花吗 如果您还知道更多凤仙花的用途 欢迎一起来分享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植物知识 我是兰兰 我们下期再会 再会 by bina